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我是一箱 歡迎來到今天的測試系列 那今天要測試的是 這張20年的紀錄卡成成威 那這張的話就是之前出的時候大家會蠻驚訝的啦 就是它的跑壘出的特別的高啊 出到了105 那今天就是要測試這個 跑壘如果它現在是131啦 就是我已經有稍微給它加過了 就是包含教練團的加成 之後會是131 那等下進到季賽的時候會變成加7 那加7的話能力只會再加11啦 反正最後結論就是加一加之後 最後會變成150 那目前就是150整而已 就沒有再往上啦 那這個再往上的部分 就之後再用另外一隻帳號測試 那今天主要是要測試 跑壘150的左大層層威 有沒有辦法用 短打來上壘呢 好那我們就進入到 季賽的畫面吧 好進入到了季賽的畫面 用這隻帳號才可以先攻啊 另外一邊 是測試投手用的 好那這張目前這樣是加7 然後潛力不會影響到跑壘 跑壘目前是150 那就測試看看它短打有沒有機會上壘吧 地球先不出棒 好一律用左轉打 偷點一個 不過這球好像不夠左邊啊 差距還蠻大的 好第二次測試 一樣是這張啊 跑壘150 這一次點第一球偷點 沒有點好 好 再偷點一球 一樣的位置耶 還是差距蠻大的 而且這個只是一般的季賽而已 好第三次的測試 這次點後面一點好 看一下有沒有外角球在點 這球外角 好投手來處理 這球失誤 連失誤都上不了咧 好第 第幾次啊 啊算了沒差啦 反正看一下有沒有辦法 點到一個比較接近的play啊 欸第一球是差直球 點一顆 哇兩好球了 不會吧 這球滾得慢慢的 但是還是差蠻多的 好我們就 繼續測試吧 看一下有沒有 一顆可以點 比較遠一點的啦 那幾顆都點的蠻近的 點內角看看好了 外角 外角先不點 石頭球先放掉 啊不行一定要點 喔這球滾得比較遠喔 還是不行啊 感覺他的短打 那除非說都點在 都點在那個比較 難處理到的位置啊 像剛才這幾次的測試看起來 150好像還是沒有辦法靠短打來上壘啊 呃 基本上好像還蠻少遇到 點出去是三壘手來處理的 那這樣的話 感覺處理時間上面 就不會拉的這麼長啊 那之後再用主仗測試看看 如果把刨累拉到160 甚至是170看看啊 希望有機會拉的到這麼高啊 那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可以 有更接近的play啊 不然這個看起來都是 還蠻 差距還蠻大的 好那今天這個小測試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個喜歡 讓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